民众辛苦攒来的血汗钱存在银行 竟然会被李砖A走 这样还能信任银行吗 苹果新闻网独家掌握消息 张颖有为李砖涉嫌透过隐匿的A钱手法 也就是盗取A客户的钱之后 担心被拆穿 又去挪用B客户的钱来补动 往来资金高达上千万元 这偷天换日的大胆李砖 已经被张颖解职 重点是客户的钱怎么办啊 张颖回应他们会全权负责 我的狗狗狗 我将不会把电脑关掉 直到他们的客户 即使购买或死 电影《华尔街之狼》里面 李奥纳多大放厥词 仿佛贪婪是个好东西 讽刺人性 聚聚入股 就拿2019年来看 银行爆发李砖A钱 帽贷等事件 高达10起之多 包括永丰银 玉山银等银行 都各被开罚1200万元 尽管会甚至订立李砖10届 要李砖们安分点 现在看来这个紧箍咒的效用 我们还是自保吧 定时检视自己的资金往来 查看户头里的钱 靠自己比较安心